欢迎大家收看今日六度中国版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青少年成为学校历史上第一位黑人迎春节女王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前往以色列进行战事访问 拜登请求为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106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费城的新韩国艺术展览展示了从朝鲜走私出来的艺术品 大卫、彼得雷乌斯、哈马斯和伊斯兰国一样邪恶 请大家收看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青少年成为学校历史上第一位黑人迎春节女王 CNN 安博、威尔逊德布里亚诺成为查尔斯顿的波特高德学校155年历史上第一位黑人迎新皇后 她还是该校黑人卓越协会的联合创始人 当他们宣布我的名字时,我感到非常高兴、宽慰和荣幸 因为我知道代表性很重要 威尔逊德布里亚诺告诉CNN 我知道能够作为榜样出现会激励很多年轻孩子 我未能成为第一位黑人迎新皇后感到非常自豪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前往以色列进行战事访问 英国独立报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在前往中国的途中在以色列停留了一天 在以色列期间,他会见了最近哈马斯袭击受影响的个人 并表示加利福尼亚州的支持 该州还将派遣医疗物资,包括为加沙提供援助 此外,纽森宣布加利福尼亚州将投入更多资金改善宗教场所的安全 其中包括1000万美元增加警察在清真寺和犹太教堂的存在 加利福尼亚州有大量的阿拉伯裔美国人和犹太人 纽森的访问是继纽约州州长凯西 霍库尔访问以色列表示团结和支持之后的类似访问 纽森此次访问中国将重点讨论北京应对全球气候危机的政策 拜登请求为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106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英国每日电讯 美国总统乔拜登向国会请求106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 其中大部分用于乌克兰和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其中包括614亿美元用于乌克兰的武器和经济援助 以及143亿美元用于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和其他武器购买 拜登还希望获得超过9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包括加沙地带 这项提议在国会面临不确定性 拜登希望通过将乌克兰和以色列的资金合并在一个方案中 他将有更大的成功机会来克服双方的反对 费城的新韩国艺术展览展示了从朝鲜走私出来的艺术品 雅虎 费城艺术博物馆正准备举办一场韩国艺术展览 其中包括20世纪80年代末从朝鲜偷运出来的作品 这个名为《时间的形状》 1989年后的韩国艺术的展览将展示28位1960年至1986年出生的艺术家的作品 探索的主题包括一致性、流离失所、性别与性取向、共存和不和谐 展览的亮点将包括艺术家贤金儿创作的一个吊灯 他曾偷运朝鲜工匠进入韩国制作这件作品 展览将于2023年10月21日至2024年2月11日举行 大卫、彼得雷乌斯、哈马斯和伊斯兰国一样邪恶 英国每日电讯 美国前将军大卫彼得雷乌斯是美国反恐战争中的顶级将领之一 他表示与哈马斯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 彼得雷乌斯多年来与手上沾满鲜血的人交谈 他认为哈马斯是一群极端分子 无法和解 他主张以色列国防军应该捕获或杀死哈马斯战士 彼得雷乌斯还警告说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升级 可能涉及伊朗及其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的代理人 他认为西方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数量和复杂性 乌兰巴托的文化外交加强了法蒙关系 外交官 蒙古国通过一系列的演出和展览加强了与法国的文化联系 在蒙古国总统乌赫纳、胡洛洛苏赫访问法国期间 蒙古文化部与法国欧洲和外交事务部合作组织了一系列活动 其中包括《莫林库尔爱乐团》在凡尔赛宫和南特历史博物馆的演出 这些演出旨在增加全球对蒙古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莫林库尔爱乐团》展示了在《莫林库尔》上演奏的传统音乐 《莫林库尔》是一种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的文化物品 演出还包括法国元素 比如一位年轻的蒙古歌手演唱《玫瑰人生》 此访还标志着成吉思汉蒙古人如何改变世界展览在南特的布列塔尼公爵城堡的开幕 该展览展出了400多件文物和8000多种蒙古产品 这些活动因其对蒙古的软实力和旅游业的贡献而受到赞扬 分析师表示 石诺买家将在中国限制之前增加进口量 路透社 中国宣布将从12月1日起对某些天然和人造石墨实施出口限制 石墨是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组成部分 分析师预测 在限制措施生效之前 石墨进口将在11月出现激增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墨生产和出口国 生产超过90%的电动汽车电池阳级的最终加工材料 出口管制类似于加合者 出口在限制之前激增 然后急剧下降 拜登面临艰难的战斗 以确保为乌克兰 以色列 边境等获得1050亿美元的资金 多伦多星报 拜登政府发布了一套提案 你提供105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 以加强以色列和乌克兰 投资于国内国防制造业 人道主义援助 并管理美墨边境的移民涌入 白宫敦促国会紧急通过立法支持美国的盟友 然而 该计划面临一些复杂情况 包括对额外边境政策的分歧 额外资金申请中最大的部分是614亿美元用于支持乌克兰 而143亿美元将用于以色列 白宫还要求为应对中国的影响 在印太地区的倡议提供74亿美元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国际新闻 首先 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青少年 成为学校历史上第一位黑人迎春节女王 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代表着多元文化的进步和包容 这位女孩安博·威尔逊德布里亚诺 对此表示非常自豪 并希望能够成为年轻孩子们的榜样 让我们为她感到骄傲 接下来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 前往以色列进行战事访问 他在以色列期间表示 对受到哈马斯袭击的个人表示支持 并宣布加利福尼亚州将向加沙提供援助 此外 纽森还宣布加州将增加警察在清真寺 和犹太教堂的存在 以提高宗教场所的安全 这种表态显示了对多元宗教社群的尊重和支持 在国际关系方面 拜登请求为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106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拜登希望通过这笔资金来支持乌克兰的武器和经济发展 以及以色列的防御体系 虽然这项提议面临一些不确定性 但拜登希望通过整合资金并克服各方的反对来实现这一目标 在艺术领域 费城的新韩国艺术展览将展示从朝鲜走私出来的艺术品 这个展览将展示韩国艺术家们的作品 探索一致性 流离失所 性别与性取向等主题 展览的亮点是一位艺术家贤尖的创作 他曾偷运朝鲜工匠进入韩国制作作品 这将是一场引人注目的展览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此外 我们还看到了美国前将军大卫 彼得雷乌斯对哈马斯的评价 他表示哈马斯是一群极端分子 无法和解 他主张以色列国防军应该采取行动 来捕获或消灭哈马斯战事 这个观点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 最后 蒙古国通过一系列的文化外交活动 加强了与法国的关系 这些活动包括音乐演出和展览 旨在增加全球对蒙古历史和文化的了解 这种加强文化联系的做法 对于提升蒙古的软实力和旅游业具有积极的影响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对这些事件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和分析 我希望通过我的观点和幽默的文字呈现 能够带给大家一些乐趣和启发 现在 我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欢迎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